這款遊戲已經在 Switch 的 E-Shop 平台上賣 現在租了不少錢 到了 6 月份,究竟大家是要花錢還是要繼續儲一儲錢呢? 那就要看一些廠商生不生性了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影片幫到手,記得 Like 和 Share 支持我們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 GameplayHK YouTube 頻道 第一款為大家打頭陣就是 6 月 1 日推出的 Earth Atlantis 其實這款遊戲在去年 10 月已經在 Switch 的 E-Shop 平台賣 現在移植到 PS4 和 Xbox One 大家一看畫面就知道它是橫向的射擊遊戲 但今時今日這種玩法,再加上這麼普通的草圖畫面 不是吧?怎麼賺錢呢? 你又不要說,這款遊戲在日本和南韓都獲取過獎項 其實故事背景都蠻有趣的 時間發生在 21 世紀末期 因為氣候變化的關係,整個地球有 96% 被水浸了 所以這款遊戲叫做阿達蘭提斯就是這個意思 即是說遊戲背景我們在水底 我們面對水底怪獸都是機械人 有趣的地方就是有時候我們看到地標 例如美國的自由神像 我們人類的文明真的浸在水裡 其實橫向射擊遊戲現在真的買少見少了 比較類似一點,可能要數到 PS 的遊戲 G-Darius 大家有沒有玩過? 過多幾天,6月5日 Shark Fu A Legend Reborn 遊戲名字就擺明食字 其實就是Secure Oliu 打工夫 所以就叫Shark Fu 前作是一隻格鬥遊戲 94年的時候Mega Drive和超音上推出 但今集就變成了3D的橫向過版遊戲 可以在 PS4, Xbox One Switch 和 PC 上玩到 遊戲主角的名字叫Shark飛鴻 是由 Oliu 親自配音 故事就說他的恩師被魔界成員入侵人類的世界的時候 殺死了 所以他就要復仇和保護世界 在這遊戲中 Oliu 不只是穿球衣 在宣傳片中 其中一幕看到他穿著一套仙人穿衣 可以發射針刺 為何各位有興趣扮演 Oliu 打工夫去拯救這個世界 同一天看完 Oliu 打工夫之後 我們要做一隻吸血鬼 Vampire 會在6月5日 PS4, Xbox One 和 PC 平台推出 廠商就是 Don't Not Entertainment 之前就製作過大家都很熟悉的 Life is Strange 這個新遊戲就發生在1918年 《武刀倫敦》裡面 本身是一個醫生 但很不幸運,剛剛就成為一隻吸血鬼 本來救人的你,現在就需要殺人吸血維生 而同一時間倫敦就流感肆虐 身為醫生的主角就需要找方法治療病人 究竟我們的選擇是摧毀倫敦還是拯救倫敦呢 這個遊戲是有一個升級系統 我們是需要吸血拿血液去升級 玩家其實可以調查一下市民 去選擇究竟哪一個值得我們吸血去升級 但又或者可以亂吸血,做一個吸血鬼殺人狂都可以 但有些特定的市民殺了的話,真的有機會可以摧毀倫敦 因為跟Life is Strange 同一間廠商關係,其實有些地方都相似 例如跟NPC對話有時候有選項出現時,這個圓形的選擇方法是不是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呢 我們面對著內心的掙扎,究竟我們怎樣選擇之外呢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真正敵人 例如吸血鬼的獵人 還有一些超自然生物和不捨的生物 所以為了過關又要升級,需要增加自己的能力,又要殺人吸血 另一方面又想解除流感威脅去救人 這遊戲真的令我們精神分裂 而吸血鬼做題材近期遊戲都很少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吸血鬼迷對這遊戲有興趣呢 同一日6月5日有一款非常瘋狂的賽車遊戲推出 On Watch,發售平台會在PS4和Xbox One 看過宣傳片大家就會看到一個不正常的賽車比賽 大家兜快之餘,其實還需要撞開對手 遊戲當中有8款賽車可以給大家選擇 每架車當然有不同的特性 還有有不同的技能可以發動 發動技能需要一種能量叫做Rush 每一種車收集Rush的方法都不同 例如Charger就是使用你的對手就會收集Rush 特技電單車歐羅,在空中做特技就可以收集Rush 這個遊戲還可以團隊合作 所以有些車的特別技能 除了幫自己加速之餘,還可以幫隊友加速 有些技能是令自己進入無敵狀態 很容易撞開其他對手 所以整個賽車遊戲就是很瘋狂的 草Rush,加速,撞對手 是一種非一般的賽車遊戲 不過這個遊戲風格就沒有Mario Kart那麼有趣的益智 玩Mario Kart大家可能在這裡笑輕鬆一下 輸了都沒有大筆開開心心的遊玩 但這隻Rush居然這麼認真,又要團隊合作 壯來壯去,一大群朋友一起玩起來 輸了會真的打人 可能我想多了 我要6月5日玩正常賽車的朋友 這隻這麼瘋狂的賽車給你們適合 各位預主,在6月5日聖杯之戰又要開始了 Fate Extendalink 將會在PS4和PSV上推出 本作就乘責前作的世界觀 在2032年的近未來電腦世界舉行這個聖杯之戰 目的當然就是要爭奪萬能的願望機聖杯 故事就說上集雖然尼魯已經獲得聖杯 而且奪回了穴之世界的和平 但是新的松者又出現了 神聖羅馬帝王查理曼 他會引起一場新的戰亂 今集出場的英靈一共增加了10位 去到26個 而且各自都有他們的特色 為什麼各位預主想召喚哪個英靈去爭奪聖杯呢 不過提提大家,這遊戲暫時只有日文 雖然說會有中文版,但推出日期是未定的 早兩天玩完這隻瘋狂賽車之後 不知道這隻正經點的電單車遊戲對不對 Moto GP 18 6月7日在PS4、Xbox One和PC上推出 雖然Switch都可以玩,但發售日期會遲些 而且只會在美國地區發售數位版 這個消息對擁有Switch的玩家真的不太公平 不過大家都可以開定美國帳戶到時買來玩 其實Moto GP系列每年都推出 今集主要的改進就是有更好的AI 賽道方面有19條 包含了最新的泰國武里藍賽道 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職業賽車手的感覺 這隻可以考慮一下 接著6月8日 有一款用壽司來對戰的遊戲 超回轉壽司強襲者 Switch和3DS同步推出,但可惜未有中文版的消息 其實對戰都挺搞笑的 就是在胡轉壽司選擇相同顏色碟來吃 屬於一個消除類型對戰遊戲 但畫面就非常有趣 這遊戲還有一個故事模式 就是主角為了吃到世界上最好吃的壽司 所以就出來對抗獨佔壽司界的帝國軍 除了單機遊戲,還可以雙人對戰 不過就要準備兩台Switch 吃完壽司之後,我們是時候去逛逛主題公園 6月12日Jurassic World Evolution 將會在PS4、Xbox One和PC上推出 今次我們會在老布拉島上經營 《珠羅紀世界》這個恐龍主題樂園 除了經營和發展這個樂園之外 我們還可以像電影一樣操控恐龍的基因 設計出一隻自己喜歡的恐龍 如果大家設計多隻帝王暴龍的話 究竟安全設施可不可以抵擋它的攻擊 不過喜歡經營遊戲的玩家玩到遊戲後期 通常都會不小心引致一些意外發生 看來《珠羅紀公園》的遊客都很難逃過一劫 同一天,今次Switch就威風了 平時他就炒別人冷飯炒得多 今次反過來,是別人移植他的遊戲 《Super Pokemon R》 原本就是Switch上年推出的護航遊戲 6月12日就會在PS4、Xbox One和PC平台再次推出 其實《炸彈人》系列是一隻老牌遊戲 我最初接觸的時候就在紅白機裡面 同樣在任天堂旗下的Switch裡面玩這隻遊戲 是可以獲得童年回憶 想不到一年多之後竟然在其他平台再次推出 本身其實這隻遊戲在Switch在這一年以來都很多搞作 例如有新角色、新關卡 以及在11月份新增了錦標賽模式 今次移植到其他平台還會有各自專屬新角色 PS4版有拉截特炸彈人 Xbox One有士官獎炸彈人 PC版就有P-Body炸彈人 大家不要爭人,各自有一隻 《Super Pokemon R》這個遊戲就不用多介紹了 最適合一大群粉一齊玩一齊開心笑一下炸一下你炸一下我 除了對戰之外還可以跟朋友一起合作,玩故事模式過關 不過故事模式都會很有趣,有機會會賺到自己人 合作玩故事模式最多是兩個人,對戰最多有8個人 沒有Switch的朋友這次有機會可以試一下他的碟冷飯 兩天之後6月14日 《God Wars》日本神話大戰將會在PS4、PS3和Switch上推出 遊戲人數是一人,語言有英文和日文 其實這遊戲就是上年6月推出的《God Wars》跨越時空的強化版 這個強化版主要就是增加了一個全新的劇本《王全的迷宮》 裡面新增了5個可以操作的角色 包括了一個全新加入的角色《直擊》 另外就說改良了一些遊戲體驗 包括了戰鬥可以高速化 出擊的人數可以增加 以及可以放了等級技能上限 如果大家之前有買《God Wars》跨越時空的話 可以透過更新和購買《王全迷宮》DLC 來獲得全新的角色 不過《直擊》就沒有理會 另外前作《跨越時空》是有出過中文版的 所以這一集會有中文版的機會都很大 不過官方就沒有消息 如果喜歡玩這個系列又不懂日文的話就可能要等下 同一日6月14日 PS4有一隻日在RPG再加上即時策略的遊戲 《皇帝聖印戰記》 這個遊戲其實本身是一個小說 今年1月還有電視動畫 還有作者就能拿到《戰記》的《水夜糧》 大家在遊戲看到的所有角色設定都是根據動畫設定的 因為是日版遊戲,大家看到故事交代 都會夾雜著一些CG、卡通動畫 以及角色大頭硬照的對話內容 不過這個玩法很吸引,因為它是一個戰爭遊戲 再加上RTS系統 我們需要實時操控部隊去打仗 這個玩法非常忙碌 還要考大家的策略 不過可惜就好像沒有中文版的消息 本身我沒有看過動畫,但聽過口碑應該也不差 故事背景是圍繞著兩個勢力 幻想C聯合和大工防同盟的戰爭 我們的目標當然在這個戰爭中統一整個大陸 而官方也公佈了我們玩家可以改變故事發展 原本會戰死的維拉爾,其實我們可以救到它 其實這一點很好,因為我們玩故事改編的遊戲 有時候在版權限制之下是不可以改變任何歷史 我自己當然喜歡一些遊戲 可以由玩家親自去改編故事發展 這樣我們的投入感就會多很多 有看起皇帝聖印戰記的朋友 會不會喜歡這遊戲的RTS系統 猶如親力戰爭的感覺 大家有沒有幻想過,如果你是超人的話 會怎樣運用自己的能力去維護世界和平 6月15號LEGO THE INCREDIBLE 就有機會讓大家試一下 這遊戲會在PS4、XBOX1、Switch和PC上推出 遊戲人數一至二人,語言有中文和英文 其實同一天超人特攻隊2在美國就會上畫 這遊戲就已經包括了超人特攻隊1和2的故事 大家可以在遊戲中扮演超能先生和他的家人 利用各自不同的超能力去剷除大壞蛋 細心留意一下,Marvel中的角色都會在這遊戲中嚇串 一天之後6月22日 Switch的獨佔遊戲Mario Tennis Ace 大家心裡都應該有一句 辛苦你了Mario,又是你 其實這個是系列作品 第一款是1995年Mario Tennis在Virtual Boy上推出 你不知道什麼叫Virtual Boy? 遲些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Switch上的優點,當然一部機,兩個Joycon可以雙打 也可以加多一對Joycon就可以二打二 控制方法,大家可以選用平時用手掣的玩法 又或者運用Joycon的體感功能,模擬一個球包去運動 不過根據過往經驗,應該用手掣的玩法會比較好 當然還有一些必殺